那么我相信各位同学刚刚一定很有心得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进阶的例子 更进阶的例子 刚刚我们说 那个次数跟你的回圈的数字是有相关性的 有相关性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用数学计算的方式 让程式变得更有效率 而且可以自动修正 只要在点灯之前再算一下就好 所以我们如果把亮度变数 就是一次变多少 跟次数把它变成变数之后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可以 我们在设定那个呼吸的时候 你看这边 我们就把这个数字 这是第一次点灯 然后我们在第一次点灯之前 就把那个亮度 它再设定一次变多少的这个数字 这个变量 我们就把它用240去除以巡回的次数 所以如果你一次变20 你想要一次变20 那你的次数就只能是240 就是只能是12次对不对 12次的变化 好 所以如果你是次数是设定 你只要变从最暗到最亮要变12次 那你一次的变量就会变成20 对不对 那如果你希望它24次 那你一次的变量就会变成是10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有什么关系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讲视觉占流的时候吗 视觉占流 人的眼睛如果要看到连续的动画 就是这个动画看起来是连续的 不会像暂停这样 不会像那个很卡这样子 那你那个动画的速度每一页 就是一秒钟至少要16页以上 眼睛比较迟钝的要16页 眼睛比较精明的 眼睛比较好的 大概要30页以上 那个动画就会很连续很顺畅 不会卡顿 所以如果你这个次数 能够一秒钟24伏以上 或者是更多36伏以上 那你就不会觉得那个LED在从 从暗到亮那个变化的过程中 你不会觉得它是隔放的 它就会很顺畅的变量 所以这个次数会决定 你从最暗到最亮 从最亮到最暗是不是很顺畅的变量 很顺畅的变暗 如果你次数少了 它就会像隔放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它的亮度不同 如果你的次数多了 它就会很顺畅的 你就不会发现它在改变 但是它就是慢慢的很顺的变量变暗 所以这个是次数会跟我们人的视觉战略有关系 所以在设定那个次数的时候 一定要让240可以整除 如果没有整除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 这个积木它有帮你处理小数 它已经有帮你处理小数的部分 所以你就不用另外处理把它变成整数 所以这个东西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那么所以 各位 我们请各位有一个好习惯 这边有特别跟各位讲 在你的程式上面 事实上可以加上注解 加上注解会有助于你了解这个程式怎么写的 因为每个人写程式 程式少的时候 可能放 可能自己看不觉得 但是程式如果一多了 久了你会忘记 或者你要跟同学交流的时候 可能看自己的程式比较容易 看别人的程式比较难懂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加上注释 尤其你程式越来越庞大的时候 你可能放了一个礼拜 放了两个礼拜 你会忘记之前在写什么 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的 所以我们会鼓励各位加上 加上这个注解的部分 那注解的部分怎么加 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你的程式 你想要加注解的地方按右键 这里有一个添加注释 你就把它点上去之后 在这里直接输入 设定初始值亮度 那输入好之后 输入好之后 你还可以移动位置 或者在这个地方可以缩减它的高度 然后它这里会有一条线表示这个 说明是从这个积木拉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了解到 这一个 这一个积木是在写什么 所以非常的建议各位加上注解 加上注解 那它也可以这样收起来 也可以打开 好 这个部分要请各位日后再写程式 稍微复杂一点 或者要跟同学交流 或者要提供以后做修正 程式修正的时候要加上这个动作 写程式比英语厉害 它是全球通用的沟通工具 学英语还要去那个懂英语的国家 对不对 他们用英语交谈 你就可以跟他交流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不用英语 你学英语就没有用 但是程式不一样 程式是全世界各地通用的语言 好 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再看看 这程式还可不可以更好 还可不可以更及时的做调整 好 那就给各位回家作业 让各位去调整看看 那你们也可以做分组的讨论 那讨论的时候要让证据说话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有证据 所以你在讨论的时候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 你要提出证据 你要把那个证据拿出来给人家看 就像这个证据拿出来后 对那些证据拿出来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要证据拿出来 就像这个证据拿出来 这个证据拿出来